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鮮安侯 馬上來關心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紅單 政府打炒房建議預售屋 紅單新聞都有在報 那什麼是紅單呢 其實紅單就是購屋買賣預約單 因為那張單子是紅色的 所以就簡稱為紅單 在早期在建案開賣的時候 因為建照還沒有發下來 但是已經要開始賣了 所以會先賣這種紅單 代表那張單子是紅色的 代表你有購屋的購買優先權 所以轉賣紅單是沒有成本的 只因為你在那個時間上有優勢 先拿到了購買權 後來正式開賣的時候 也許是已經賣完了 也許是你選的戶型最好 如果有人想買它就得加價購買 所以轉賣紅單就因此獲利 所以才會有什麼建案的排隊潮啊 趕快簽去搶這張紅單 就算你自己搶到的人你不想要 一定也會有人想要 你在加價把它賣出去 你因此賺了一筆錢 但是對於你真正有買房住房需求的人 你卻得用更高的價錢來買房子 真的非常不公平 所以政府實施預售屋專案基查 在2021年底 進行了24個建案的檢查 其中 預約單紅單查核不合格的 現在竟然還有8件 都送內政部依法查處 並且要求業者改善 而另外 銷售中心樣品屋查核不合格的是11件最多 原來預售屋因為尚未領得 建築許可或未領得使用許可 或是非於使用期限內 就搶快蓋了樣品屋 這不只違規恐怕還有危險 也希望這些政府打草房可以讓建商 投資客都知道這是無法獲利 或者會被罰的 讓真的想買房的人可以買得到 今天的監選新聞就先來看到了 你喜歡那種美式社區嗎 也就是那種遠離都會區 房子很開闊 景色很清幽的地方 有網友分享他買了淡水小平頂 透過照片可以感受 那真的是個住起來像度假的郊區 屋主覺得這種交通生活機能 他可以接受 雖然未來可能比較難增值 但因為是自住影響不大 不過最讓他頭疼的問題 就是那裡的房子貸款層數只有六成 頭期款的壓力就會很大 另外看到了現在房市這麼熱 建商矛起來蓋 未來會有房子賣不掉的問題嗎 內政部最新公布2021第二季 全國興建漁屋數7054戶 比前一年同期又再少了6000多戶 減幅有達到8.23% 顯示建商手上的漁屋持續消化中 也統計目前六都中漁屋最多的是 新北15240栋 第二名台中9681栋 高雄則是8484栋 房市專家張新民就說 只要是自住的你的自配款夠了 還款能力能接受 生活條件也喜歡就可以買啦 至於這一年來的房市新興桃園 桃園市地震局就公布了最新一期的 不動產房市交易的分析月報 資料顯示110年9月 各行政區的成交平均單價 跟前一個月相比 平均變動幅度上漲4.08% 交易量最顯著的是 桃園市有1339筆 接著中立區1204筆 其次還有平鎮區509筆 跟龜山區的494筆 最後關心貸款了 如果你是首購族 你會選擇哪一種貸款方案呢 好房news就分析了 因應金融海嘯後的高房價 所以國內公股銀行其實2010年起就有辦理 青年安心成家購物優惠貸款 一直很受歡迎 但最新的一段市利率下調到1.4% 相較之下 2020年才因應疫情全球政府降息 各家銀行強首購推出的 一般首購房貸利率最低卻只要1.31% 以總價1000萬房屋來算算看 待20年兩者其實已經差了7萬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就來看到了 有網友很好奇喔 如果是住那種300戶的社區住起來如何呢 有人回應他聽說的狀況說 社區光要表決事情意見就很多讓人崩潰 但有真的住裡頭的人覺得很好啊 管理費很便宜公社又多 東西壞了不會沒錢修 建商的口碑是管理好壞的關鍵 也有人說關鍵是鄰居的素質 但是卻很吃運氣 不然常會發現住戶在LINE群組吵架 你會喜歡住那種人多戶數多的社區嗎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討論分享喔 您還喜歡今天的節目嗎 歡迎你追蹤訂閱最重要是要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再會 第一次再次兒班 我們要視鍵方的部位 我們是佩儀的 我們該再說 based 我們來看 很安心 我們有很安心